快必讲耶稣2022年11月20日周日讲章 题目是当公义和平被残杀时 我们还有希望吗? 今天是2022年教会年最后一个主日 下个礼拜2023年教会年的开始 也是由章临期这个教会节期开始 四个主日之后就是我节lik的圣诞节 我第三年是冤育中写讲章 第三个教会年感谢主保守我还未死得 教会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基督君王日 意思是有些自嗨的 到最后基督掌权 最后胜利笑到最后斗命场 究竟是鼓励还是自嗨呢 都真是一线自差而已 叶问话说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 去到最后谁站在那里就对了 还有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 我以法律之名才是大了和绝对的 两个逻辑都是说 好打权力暴力假扮文明的野蛮 比拳头的暴力更加张确 更可似更暴力 世界得以运作文明得以延组 有赖这些逻辑 没有历史就找不到今天 Thomas Hobbes 霍布士说得对了 主权权力以恐惧和暴力管治的 但是耶稣的管治并不会透过我们 彼此恐惧强迫我们归顺投降 今天虽然叫做基督君王日 但是我们读的是 基督被政权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 卢家福音23章3至43节 为什么一个君王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什么信仰 要人追随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 为什么不追随罗马帝国的君王 为什么不臣服于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和政权之下 这一位君王被处死的时候 卢家福音说 百声站在哪里观看 沉默地观看 这个真是那位曾经用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那个人 他真是那位曾经将核子 看见啞巴开口又医好大麻疯病那个人 他就是上帝 是神 神会像一个罗马政治犯那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一个死囚是君王 这么丰斥的道理颠覆成感 谁能接受啊 官府的人都耻笑他 兵丁又耻笑他 因为他们和我们都一样 是正常人 正常逻辑 他们说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 如果你真是上主所选选的 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啊 很正常的逻辑而已 比假发演员更有逻辑 耶稣所面对的试探 比起他在抗野中被魔鬼试探的时候 所承受的苦更大 但是他拒绝信从施约者要求 给出他是上帝儿子的记号 祭奉耶稣的人所要求的一个记号 是看见他在十字架上走下来 这样世人就会相信 这个相当合理 但是这个记号只会确定 祭奉他的人对以色列的君王 即是祭司的假设 这个君王 祭司是王权加上宗教以合为一的宰祭暴力 也是我们上个主日耶稣所挑战的圣殿暴力 但是耶稣仍然在十字架上 教祖之前耶稣有两个门徒 雅各和约翰 曾经要求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 好像左右丞相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看 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要求的是什么 因为耶稣左右有两个犯人 跟他一起被钉 连他们当中其中一个都饥饿耶稣说 你不是基督吗 你应该可以救自己和我们的 魔鬼在抗野的试探一再出现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都可以将石头变面包 将石头变面包不一定是神迹 问题是一次石头变面包之后 一样是有饥荒 耶稣一直受到饥笑 叫你个耶稣来见我 你们记得 基督君王日 今天主日 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 颠覆倒转了我们对神 对王对强者的想象 十字架上有个牌写着他的罪状 是犹太人的王 耶稣最终死在罗马当权者的手下 当时他的死对罗马暴政而言 是完全无意义的 就像我们上主日所说的 第二圣殿被毁坏的时候 无处不立十字架 无十字架不钉人 耶稣的十字架 和其他很多所谓暴徒十字架 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罗马暴政 怎会想到这个人 竟会成为政权所要面对 所最具决定性的政治挑战呢 你会说他都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又怎样政治上挑战罗马帝国呢 罗马人知道要怎样对付敌人 要不就杀了他 要不就吸纳他 但是政权不知道怎样对待一个运动 对待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以基督君王为首 他的子民是拒绝相信暴力 决定历史的意义 十字架的死亡和之后的复活 挑战着所有政权那些蠢动不安的暴力 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政治含义 十字架和在上面的君王 不是一个用来解释我们世界上 无法说明苦难的象征 当人面对世上的悲剧时 我们是不需要用基督的十字架 来解释或者克制我们的愤怒 这位君王这个十字架所产生的 是一群不再需要解释那些无法说明苦难的子民 这些对约白记的疑问 也作了直接回应 也回答了为何世上有苦难的千古问题 当人面对生命的悲剧时 我们需要的是爱不是解释 而我们差不多不能做任何事去拯救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任务 十字架上的君王给我们的任务 和要求是彼此同在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人和他同在 那个是一个罪犯 连上帝都没有和基督同在 竟然是一个罪犯和基督在一起 而那一刻 对耶稣和罪犯而言都是乐远 圣经说 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里了 就好像论语那句招民道 值死可以 这个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 十字架记载中所说的第二句说话 他只是说了两句 在路加福音23章 另一句是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就是指那些嘲笑自己的人 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面对德国希特拉纳粹暴政的牧师 神学家潘霍华有个理论 他说基督徒之所以是一个和平的群体 是因为其中的人可以宽恕对方的罪 由于这个宽恕而生出来的和平 是上主的和平 而这个和平自自然然会忍不住挑战 所有声称提供和平和谐 但是又否认上帝的秩序或者政权 在潘霍华有一本叫做 《No Rusty Shore》之中 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说法了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而我们所追随的这位基督 是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 这位君王的受难对我和冤肉之中的人 在世界上承受苦难的人来说 这位君王的苦难不是发生在天上 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外星 也不是发生在观念的世界里面 而是发生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时间的中心 上主已经降临到我们这个既不可我又可怕的世界 和我们的生命当中 圣诞节就快到了 圣诞的中心意思是 道成欲生 这个意味着宇宙的君王 成为时间和历史性的存有 领作一个人类的样式 我们不需要脱离这个可怕的世界 但也不需要逃避我们的生命 因为上主也全然投入了我们的苦难 可怕和不安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会被劈低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面 这就是和潘霍华一起抵抗 希特拉暴政的瑞士神学家 凯巴·卡尔巴特的说法 我在2022年教会年最后一个主日 跟大家共勉 下一个主日 2022年11月27日 是一个新教会年的开始 到时我都已经穿了灰色衣 又是一个新开始 愿上主帮助我们迎接 这个新开始 愿荣耀归上主 荣光归香港 诚心所愿